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地区中部 是一座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城市 分为旧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 旧城区中有一座古城 四周环绕着高墙 被伊斯兰教、基督教和犹太教同视为各自的圣城 在耶路撒冷古城的穆斯林区 建有宏伟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华丽的萨赫莱清真寺 位于古城西北部的圣墓大堂 是在传说中的耶稣殉难地修建的 由墓地上的复活教堂、受难教堂和十字架等几部分组成 枯墙是犹太教古圣殿的残存部分 长48米、高20米 被犹太教视为圣物 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常来这里朝进 往往赌悟生情 为本民族悲惨命运而痛哭 198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古城及城墙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